Hello 大家好,我是塔塔 有蠻多粉絲問我,砧板要怎麼保養呢? 今天除了要跟大家分享砧板正確的使用方法外 還有發霉的砧板要怎麼處理等等的問題 第一次收到塊木砧板,建議你要先用水沖洗過 然後浸泡在水裡3-5分鐘左右 這個目的是為了要讓木頭完全浸濕在水裡 保持木頭的含水量,以防砧板會因為乾燥而裂開 因為砧板會浮在水上,所以建議像我這樣 站在旁邊壓住它,浸泡著 這個動作除了第一次使用外 好一段時間沒有使用砧板的時候也要這樣做喔 然後拿起來淚乾水分,再用毛巾將水分擦乾 邊邊的地方也要擦一下喔 這個站立的支撐架打開 然後像這樣立著晾乾就可以了 之後的使用都要先沖洗過,把砧板打濕 像這樣把水剝掉 邊邊的地方可以用毛巾吸乾多餘的水分 然後在桌面上放上一塊止滑墊 再放上砧板就不會打滑了 每次的使用都要這樣做 然後就可以開始備料了 使用完畢之後呢,只需要用清水沖洗乾淨就可以了 確實的擦乾水分 然後放在陰涼處晾乾 你也可以拿一台電扇在旁邊吹乾3-5分鐘左右 再來就是這個使用很久的砧板,該怎麼維修保養呢? 還有這個邊邊發霉的地方,該怎麼處理 你可以到五金行去買兩款砧紙 一張是粗磨用的砧紙,一張是細磨用的砧紙 先把它剪成正方形 像這樣就夠了 然後先用粗的砧紙磨一遍 磨的時候會出現這些木屑是正常的喔 因為呢,我們就是要把表面的這一層磨掉 像這邊有一些發霉的狀況 也可以利用砧紙來磨掉喔 不過如果你的霉已經深入底層了 那可能就沒有辦法去得很乾淨 接下來我們再用細的砧紙磨第二遍 然後將砧板,洗乾淨,擦乾 就大功告成啦 好啦,希望今天的分享對你有幫助 喜歡我的影片,記得幫我點讚跟訂閱喔! 那我們下次再見,掰掰~~